开挂的天才 第一章,天才的诞生 在一个充满朝气的足球场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名年轻的中场球员身上 他的名字叫李明,是这座城市最受期待的足球天才 拥有着矫健的身材和灵活的身手,他在场上的表现总是令人惊叹 他的传球如丝般细腻,跑位则总能踩在对手的死穴上 李明的天赋让他赢得了无数赞誉,甚至连梅西都曾经在接受访问时对他赞誉有加 称他是中场中最优秀的球员,甚至比哈维和小白更出色 他有着不可思议的视野和控球技术,这使得他的每一次处球都充满魔力 梅西在访问中说到,他会是未来足球界的巨星 第二章,挑战的开始 然而,天才的路并不平坦 李明在学校里也遭遇了许多挑战 虽然他的足球才华让他成为了同学们心中的偶像 但他却也面临着来自队友和媒体的压力 你这小子就只会花活,踢球能不能踏实一点 队友内马率在一次练习中对他呛声 媒体总是热衷于批评李明的花式足球,而不是他的努力和勤奋 李明不甘心被这样评价,他决心用自己的表现来改变大家的看法 于是,他每天都加倍训练,寻找改善自己缺陷的方法 他的勤奋让人刮目相看,甚至连贝尔萨都对他赞誉有加 李明是我见过最全面,最有天赋,最勤奋的球员 无论何时何的,你总能在他身上看到对胜利的渴望 贝尔萨在一次比赛后说到 第三章,意外的逆境 就在李明的表现逐渐提升之际,他却遭遇了一次意外的重伤 在一场关键比赛中,他在争抢中不慎扭伤了脚踝 这让他不得不缺席了几个星期的训练和比赛 这可真是噩梦 李明在病床上懊恼不已,他的梦想和努力似乎都要化胃泡影 这段期间,他的队友们也未能如愿 接连的失利让大家的士气低落 这时,李明的好朋友C罗来到医院探望他 这小子和我一样,热爱健身和训练 我们都会重返赛场,为球队争取胜利 C罗的鼓励让李明感到振奋 第四章,重返赛场 在C罗的鼓励下,李明努力康复 经过艰苦的附健训练,他终于回到了赛场 尽管他的脚踝还有些不适,但他仍然坚持参加训练 我必须证明自己,我不能被打倒 李明在心中默念着 重新回到球场的那一刻,李明感受到了久违的快感 他在球场上如鱼得水,时而秀出精湛的脚法 时而用巧妙的跑位为队友创造机会,令观众目不挟接 第五章,与众不同的表现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李明的表现越来越出色 他的传球和控球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帮助球队连胜几场 媒体的报道开始转变,开始赞扬他的才华和努力 他不仅是花活,他还有实力 媒体评论道 而在这些荣耀的背后,李明却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每一次比赛都像是一次考验 他知道,只有继续努力,才能保持这种状态 第六章,小意外的笑话 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李明发生了意外 他在一次激烈的拼墙中,裤子被扯破,却面不改色 捂着脸慌忙跑下场,这一幕引来了全场的笑声 那小子真是个憨惑,脑回路清奇 男配角笑着评论,李明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李明面对这样的情况,却也能笑着回应,显示了他幽默的一面 这一幕不仅让球迷们记住了李明的坚持,也让他获得了更高的人气 第七章,逆风翻盘 随着赛季的推进,球队进入了关键的比赛阶段 他们需要在最后几场比赛中赢得足够的分数,才能进入决赛 李明作为中场核心,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在决赛前夕,李明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是正在外地参赛的梅西 他鼓励李明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失败 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迎来成功的那一天 梅西的话语在李明心中燃起了希望 第八章,决赛的来临 决赛的日子终于来临 球场上坐无虚席,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球场上 李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为球队奋斗 比赛开始后,李明展现出了超凡的技术 他的每一次输球都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应 他的队友们也因他的表现而鼓舞,整个球队的士气高涨 然而,对手的防守也很严密,李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在场上运用巧妙的技术,试图突破防线,但始终无法找到破绽 第九章,关键时刻 比赛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双方战成平局 此时,李明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局势 他接过球,面对对方的后卫,心中默念着自己所有的训练和付出 这是我未知奋斗的时刻 他心中大吼,随后展现出惊人的技术 过掉了一名后卫,接着又巧妙地晃过了另一名防守球员 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开挂的天才 观众们惊呼着,李明的表现令所有人惊叹 第十章,成功的瞬间 在即将结束的时刻,李明把球传给了队友 队友随即射门,球应声入网 全场沸腾,球队获得了胜利 李明和队友们兴奋地庆祝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悦 这一刻的付出与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我做到了 这是我的梦想 李明在心中默念着 第十一章,赛后的反思 在庆祝胜利的时刻,李明却也开始反思自己 他明白,这并不仅仅是一次比赛的胜利 而是他追求梦想过程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我一定不能停下来 我要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球员 李明对自己下定了决心 第十二章,新的挑战 随着赛季结束 李明的名字越来越响亮 媒体和球迷们都期待着他的下一步 然而,他也清楚,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我要证明自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 李明心中燃起了新的火焰 他不会满足于此 第十三章,梦想的延续 李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成为了球队的核心 他的努力和坚持让他赢得了教练和队友的信任 让球队在赛季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梦想 无论未来有多困难 李明告诉自己 第十四章,转折的时刻 就在李明的职业生涯逐渐上升之际 却又面临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他在一场比赛中再次受伤 这次的伤势比之前更严重 让他不得不接受手术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挑战 我不能就此放弃 李明在病床上勉强地笑着 第十五章,重视信念 在康复的过程中,李明思考着自己的足球之路 他明白,困难与挑战总是伴随着追梦的旅程 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梦想 我一定会回到赛场,为我的梦想而战 李明在心中默念着,激励着自己 第十六章,重返赛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李明最终成功康复,重新回到了球场上 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因为这一次 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所有的挑战 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时刻 李明在心中默念着 第十七章,超越自我 回到赛场后,李明的表现再次让人惊艳 他不再只是追求技巧 而是更加注重整体的配合和团队的合作 这小子真是个憨惑 但他却让我们的队伍变得更强 队友们笑着说 李明知道这正是他所追求的 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球员 第十八章,新的荣调 随着比赛的推进 李明和他的球队再次进入了决赛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更加明确 赢得胜利,夺取冠军 我们一定能做到 李明激励着队友们 让大家充满信心 第十九章,不屈的斗志 在决赛中,李明发挥出了出色的表现 他用技巧和战术带领球队一路挺进 比赛的紧张气氛让所有人都屏息以待 这是我们的时刻,我们一定能赢 李明心中默念着,拼尽全力 第二十章,最终的胜利 比赛的最后一刻 李明再次展现出他的天赋和努力 帮助球队夺取了冠军 全场沸腾,李明成为了众人心中的英雄 这一切都值得,这是我的梦想 李明在心中感慨着,充满了幸福的感觉